接下来同样是观光景点的相关报道 黄金博物园区的游客量真的是越来越多 而且近年来韩国游客更是急速的增加 为了服务韩国的观光客强化观光品质 黄金博物园区不但安排了韩语的导览员 也增加了韩语简介 以下报道带您来了解 为了提供韩国观光客贴心服务 新北市各博物馆都增加韩文说明服务与导览 让观光环境更友善 为在金瓜石的黄金博物园区 韩国的游客量一年比一年还多 因此现场服务人员也多少要说简单的韩文 不太熟悉 所以每次问任务 那我就每次哑口无言 那只能跟他说一点英文的 简单的英文的 那久了之后两三次之后 我发现不行 那就想说好自己去学一点好了 那这样有些韩国游客 他有些是导游 他就可能认识嘛 然后就熟悉之后 他们就会多少教我一句两句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实博物馆 在这一两年增加很多一个 韩国的一个客人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会提供更友善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其实有特别就是在现场服务人员 在韩语上的一个部分就进行加强 所以我们现在有提供一些韩语服务 那除了现场人员都会一些简单的韩语之外呢 我们还有韩语的那个语音导览可以租借 甚至我们还有韩语的一个园区的简介 可以提供给民众做下载的部分 黄金博物园区每天的游客量很多 其中大部分都是团客 以陆客日本港澳人数居多 而近年来韩国的游客有急剧增加 为此黄博馆除了有韩语导览之外 也有韩语简介 现场也有服务人员 更是每天都接受韩语指导 就每天有时候会教我一句一句 一句一句学学学 就累积起来了 累积起来之后 我觉得不行啊 因为有时候咬字不准 咬字不准的他都听不懂 那我只好就自己再去自学这样子 其实我们每天的一个现场服务人员 他其实之前我们都有特别帮他上韩语课 此外每天早上我们在成会的时候呢 还会教他们简单的一个韩语的一个 一日每日教学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就是希望说 他们学了韩语之后不要忘记 每天可以复习 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给那一个韩国客人 电子纸本韩国版文宣双管旗下 提供更友善的导览环境 从交通路线到贴身服务 全都锁定韩国观光客 毕竟让游客玩得尽兴 才有机会一来再来带动地方观光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